大家好,我是Dan 韩国一位美容院的老板 因为让70多岁的老奶奶下跪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共愤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根据媒体报道 这位70多岁的老奶奶正在兼职做发传单的工作 当天,首尔利华大学附近的美容院老板 看到老奶奶将传单放进自己的美容院信箱后 就拿起传单打了上面的号码抗议了 接到电话的厂商老板有向美容院老板道歉 但是美容院老板表示 一定要让老奶奶亲自来道歉 厂商没有办法就拜托老奶奶说 实在是很抱歉 但是为了公司的形象 希望您能去道歉 就这样,老奶奶去了美容院道歉 但是美容院老板却要求奶奶要跪着道歉 奶奶拒绝了 结果美容院老板就拿起手机报警 看到报警来到现场的警察吓到的奶奶 马上就跪下了 然后美容院老板就拍下了这张奶奶跪着求饶的照片后 传送给厂商老板后发文 我接受道歉了,辛苦了 这张照片被传到网上后 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共愤 并且也有更多的网友们爆料了这家美容院的秘密 预约了这家店,但是当天这家店没有任何通知就没有开店 当网友打电话投诉后 老板也不道歉就说了一句 留下账号给你退款,秦桑我给你 然后另外一位客人预约了7点45分 但是因为线上信通只能是每30分钟一次预约 所以这位网友就预约了7点30分后 打电话给了美容院老板 说明了因为系统关系预约了7点30分 但是自己会在7点45分到达 然后到了当天7点45分 网友到达现场后发现美容院的门是锁着的 就马上打电话给了老板说明自己已经到达了 但是老板只是发出 的声音后说了 就这样挂掉电话了 因为正义变得越来越大 美容院老板这才上传了道歉文表示 因为在阻止奶奶放传单的时候 奶奶说了 你长得很固执 然后要他亲自来道歉后 奶奶说了 道歉了可以了吧 因为实在太生气才会叫警察 才会让奶奶下跪的 不管怎么样 让奶奶下跪是事实 我会反省自己的过错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事件被传出去了才会道歉 要不然还是会一直这样的 就算奶奶的性格很坏 让她生气了 也不该是要求下跪的 你就是人品有问题的人 希望能受到同样的代价 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会真心的道歉反省吗 应该就是想安抚舆论吧 哇我的血要倒流了 想到如果是我妈被这样的话 就真的真的 看到对弱者做的行动 就能知道一个人的人品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不过看到道歉文内容的话 也有可能是奶奶真的是做了 让对方生气的事情 要求下跪当然是不对的 但是擅自投入传单本来就是非法 所以才要求道歉的 却听到奶奶说了那些话 就算是我也会非常上火的 所以对于70岁奶奶下跪世界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家内家外区分非常明确的成果 在家外 在家 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跟哥哥们在一起的时候 在哥哥面前快乐的万岁 有其他歌手来就躲在哥哥们后面的成果 看到Medicron下到的成果 以为是V结果认错人的时候 不敢对视主持人的成果 被奖辈也吓到的成果 喜欢Pencil的成果只能在远处挥手 哥哥们在聊天不敢插花站在后面 鼓起勇气摸马屁股的成果 在海外会躲在RM哥哥后面的成果 拍打50后逃跑的成果 以为大家要一起手kiss 偷偷把手放下来的成果 拿出很大勇气的成果 在Grammy鼓起勇气的成果 只跟哥哥们在一起的时候 才能看到的样子 逗哥哥笑的成果 爱上中国的点Q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